这也是一家好多朋友推荐的餐饮小馆子 红银蒜菜鱼 你看啊 它的旁面全是七七九点 它的鸭腾都没见 就它一个小饭的 现在是10点50上 我们就吃这么晚了 哎 老板 这花有吃的 哪个蒜菜鱼 阿粪大小粪啊 哪个蒜菜鱼 啊 一个蒜菜鱼 再来一个这个红燥大旁鸡 蒜菜鱼是60是即是 一样 一样 一般二 一般二十八 多八块啊 你看看 蒜菊两块鲜 米饭两块鲜 哦 蒜菊两块 米饭两块 一般二十八 好 来 来 拿菜单 来了 二十八年 你们在这边做多少年吗 二十多年多了 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了 我看我们给好多大户户吃嘛 是不是好多司机过来吃 不吃啊 这个边饭的鞋 庆鱼还是黑鱼啊 黑鱼 黑鱼啊 好 这是不是在撒鱼呢 这是现撒的黑鱼 微粉大概是多种吗 是一条吗 不是 我看 我把你看 哦 是要撒的是吧 不撒 一片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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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一片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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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不喜欢那个那个吧 不喜欢什么 李嘉 甜 里面甜口是吧 老大爷人不都吃甜口吗 哦 慢甜点 吃个菜啊 这个要配点饭 这个滋口有点很甜 我估计外地的朋友不一定能吃光 他说不要甜口他会讲 不要甜口会讲啊 可以笑甜口 可以笑的 那可以也能说 早知道我们带点哪吃了 虾分不早来大饱的嘛 现在是十一点十分了 已经开始上山去了 之前跟我讲说十一点就排队 我估计没有排队了 所以没必要来这么多 基本上十一点往前来 我估计肯定都有一次 看这个样子应该是南京酸辣鱼 传统的烧发 烧好以后上面是浇一层辣油的 要炸个油 上面是有点芝麻干辣椒 鱼片味道还行 可以讲口还是蛮重的 但是有点很奇怪 它在鱼片里面怎么这么多吃的 我吃喝鱼的蒜菜 觉得很少吃到有这么多吃的 蒜菜稍微有点咸 然后鱼片酱的也有点咸 口中 下饭没得花钱 这边我估计一条没有 但是大方条应该有 南京蛮周围的鱼估计 我吃它行 鱼片的话 我觉得鱼的味道有点 鲜里面吃有点多 总是一碗都还行 它这个是老店 人家中不开 没得玩的 只开中不开玩的 只开中不开玩的 不开 怎么溜啊 只开玩的 哈哈哈哈 武汉国的 就正好办的饭店 没有人说我妈不开门的 它这边很厉害的只开中午 两个人趁这一碗饭 吃完了 菜还不错 拿两个大包喝大包 拿两个大包喝的多少钱啊 有点钱啊 两个 来 四号 四号在六号包家做的 对啊 那有的话就是买小钱的 三个人 在那个里头 包店里面三个人 刚才那个师傅说 你还只做中午啊 对啊 网上不做啊 网上应该这样生意好啊 不是 网上这边大车子太多 你没有看到就上面了 不像这种大车吧 都是网上 网上走 就像这种大车太多了 网上你看 哦哦哦哦 所以你网上不做 蒜菜鱼一分是60 我这大黄鸡一分也是60 然后苍微肥和米番是 一人四块 就128 加上大包喝 134 每周好像都有 蒜菜鱼 刚才老板来讲 他网上不开的原因就是 你看这附近大车子特别多 怕到这个有安全营 然后我估计应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他这附近啊 没有什么居民去 可能就是供厂 他供厂家网上瞎忘了 那吃点肯定 估计有嗓